我们看一下《创世纪》。 《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祂一切的功,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祂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各位,三章七节,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祂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祂发怒,试探祂的时候一样。 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叛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 神从来没有离开他们。 神在整个旷野的道路里面供应他们的一切,帮助他们,甚至显出祂的荣耀。 但是他们因为看不见,所以常常试探神。 第十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你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又再讲安息多一次。 所以讲到旷野的子民的问题的时候,用在今日的时候,第十二节。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弃绝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 各位,我们主日讲到这个安息的主题。 安息。 Rest。 好像我们有时候,我们一看的时候,今天工作很忙的人,我需要rest。 我们是这样解释,对不对? 各位,安息这个字呢,在创世纪,上帝照万无六日,然后第七日祂安息了。 然后把这个定为圣日。 然后呢,在希伯来书那个时候,神说,这群试探我的子民,他们不可敬我的安息。 到底那个安息是什么?我们有没有问过? 主耶稣说,你们劳苦丹中丹的,到我这里来救得安息。 各位,安息呢,不是一个感觉。 或是你目前现在有一些你很焦急、担忧、很重担。 然后呢,你马上感觉,哎呀,I need rest。 我休息不够。我心里很着急。我又很重担。 各位,其实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犯的错误是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需要,然后按着那个需要,他心里感悟的那个需要。 然后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说圣经,所以上帝就是要给我这个东西。 各位,当然,上帝的安息有能够满足你现在的需要,拿走你现在的重担,解除你现在受控告的良心等等很多的东西。 但是如果每一次我们读安息的时候,我们马上有一种需要,马上就是这样读,马上得到。 这是一种感觉信仰。 所以你一定要回到上帝讲安息他的本意是什么? 各位,上帝在第七日,seventh day,定为安息,在那儿神安息了。 请各位告诉我,其实不是seventh day,是first day。 但是我们讲第七日,对不对? 但是呢,各位,你问,请问上帝需要休息吗? 上帝不需要休息,那为什么他安息了? 圣经说,他安息了,第七日。 原来上帝定安息日的那个理由,是为了叫他所创造的人,拥有上帝的形象的人,思想他的作为。 阿们不阿们?各位了解这句话吗? 他所创造的人,上帝借着他们要得荣耀的。 上帝借着他们的顺服,他们怎么管理,治理万有,上帝要得荣耀。 所以各位,我们的安息,上帝定这个安息的时候呢,其实是与人要相交的,与人要交通的。 把他的心意告诉人,叫人能够思想他的作为,看到原来上帝所做的一切,所造的万有,所实行的一切。 一分一秒,没有欠缺的,各位,人。 很多时候呢,各位,你以为你现在很忙,没有力量,来聚会也没有力,事奉没有力,工作很辛苦, 其实你没有思想神的作为。 有时候我们施工,我们一直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不理想的事情, 然后有一些我们很烦躁的心情。 其实呢,问题是我们没有思想,神都在做,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的家里做,对不对? 虽然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但是神一来怎么做,我们没有静下来想这个东西。 没有思想神的,没有昼夜思想他的道,没有昼夜思想确认他的作为。 所以我们劳苦,我们重担。 所以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各位,我们没有思想。 在你的忙碌里面,在你的欲望,在你的需要很多的时候呢, 你没有思想过上帝怎么满足你? 上帝没有满足过你吗? 上帝没有给你喜乐,为什么你要追求自己要的喜乐? 为什么你要追求上帝不许可的? 为什么你天天要埋怨,要折怪旁边的人? 上帝没有帮助你吗? 没有思想。 所以你没有思想的时候,你的灵不能在神面前安息,不能看到他的作为,不会有信心。 所以第七日的理由,看起来是好像神修习,对不对? 原来他造的人要跟他一同修习。 如果我们用在今天的话,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对不对? 圣灵在我们思想神的作为当中,我们得着平安。 不是世人所赐的,对不对? 因为你还是有忙碌,还是有挣扎,家里还是有问题的事,也可能有。 但是你有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 因为你在思想他的作为的时候,你的心里面被坚强起来。 你的心里面想起神的信使,然后你有能力,你有智慧,能够面对那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安息的意思。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人跟神安息的时候,万有在和谐里面,对不对? 万有是最平衡,不管经济、社会、家庭、人际关系,最平衡。 然后神跟人在中心点,万有的中心点,他们享受绝对的安息。 对不对?这是上帝得荣耀的方法。 但是人堕落之后,人离开这个安息了。 人离开这个中心,万物还是在运行。 但是很奇妙的,罗马书说什么?万物在劳苦当中。 因为上帝的本意是怎样?要透过人来管理治理万。 人离开之后,太阳还是会起来。 这个世界的经济还是会转动。 大自然还是在那个地方。 但是各位会发现,这些全部失去意义了。 你的钱失去意义了。 人离开上帝的安息之后,那个大自然失去意义了。 什么都失去。 所以圣经说什么? 重担、叹息。万有都在叹息里面。 就是讲这个意思了。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呢,各位,人继续追求。 什么友情啦,财富啦,成功啦,这是不能的。 他们一定要失败。 所以失败的结果呢,马太福音,我们主耶稣来了。 11章28节,你们烦劳苦重担。 对不对?你们的劳苦重担哪里来? 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 这个地方呢,很多的人马上,哎呀,我今天工作很忙。 哎呀,我的孩子很难教。 很多的重担。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因为离开了我们这位上帝的,他所定的。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来到基督的面前? 所以到我这里来,灵魂的安息。 所以在这个灵魂的安息呢,第一,一定是救恩。 一定是从救恩开始。 如果人没有得到救恩,不可能有安息的。 所以你一定要得到救恩,永远的归属。 永远的归属。 然后呢,要恢复主人。 因为人是太脆弱的。 如果今天你要自己断定你的未来, 你自己要安排,要设立。 你自己,我自己有理想,我要生孩子,我要自己养育孩子。 其实你很多的question mark会出现。 你自己赚钱,自己用钱,你很多的缺乏会出现。 你自己寻找你要的欢爱,你很多的痛苦会出现。 然后你一直问为什么? 你有主人,你有归属的。 所以这个就是救恩,你们要得救的智慧。 没有这个救恩,没有这个主人进到你的生命里面。 那你说,我以前有救恩啊。 所以救恩一定跟另外一个东西要连在一起。 得救的人要听从主。 顺服的意思了,绝对顺服的,走顺服的路。 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从。 听从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失败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听从一旦失败,我们对上帝用重价买赎我的那个事情。 我们马上会,我们享受不到那个恩典。 我们慢慢就是会藐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不听从的时候,我们很像旷野,旷野走四十年。 上帝天天预备玛纳,预备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 但是呢,我们爱上帝多过我们看重他拯救我们。 我们爱世界多过看重上帝拯救我们的事。 所以各位听哦。 所以在这个听从方面,我们失败的地方,听从是两个东西。 在基督里面,听从主的人一定活在地上一定有使命。 一定有使命。 没有一个基督徒,他如果没有使命活,他今天是能得到安息的。 阿们不阿们? 这个是绝对的。 如果你今天没有天国的使命,大使命, 你现在上班是中担的。 你说没有,我现在上班很轻松。 我现在上班是,因为你现在上班,你样样都好。 你老板很赏识你,你的工作环境很理想。 但是本质上来讲,你是不能有安息的。 你的环境情况一变的话,你马上摇动了。 如果我今天是有大使命的,我今天上班retrenchment, 你会焦急一下,但是你的灵魂是被主保守的。 你的心灵是被主保守的。 你一定会走出那个路的。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听从主不是一个观念,我怎么听? 上帝在离开升天之前把大使命给我们。 所以听从主的人是。 你想想看,彼得、约翰、约翰,他们主救给你们去十万民做门徒, 就讲了这句话,然后就走了。 然后呢,圣灵一定会来,就降临在你们身上。 这个是最大的使命来的。 所以呢,养儿、育女、结婚、生孩子, 这些东西全部是在大使命的根基之下做的。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真理是要教导。 然后,你在要完成大使命里面, 你有很多的工作。 你有很多的工作。 你们每天的上班,每天的照顾家庭的工作, 教会的服侍的工作,在听从主里面。 这个是一个三角的东西来的,一定绝对有的。 使大使命,然后工作。 所以我主日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你们要负我的饿。 这个负饿是一定工作的。 负我的饿,对不对? 那个饿放在那个动物,然后担子放在他身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paradox。 如果我们觉得不用工作,我才能够有安息。 我比较轻松一点,简单一点,生活不用劳碌,我就有安息的话。 那个绝对不是安息的。 所以我们的灵魂被造的时候是有一个样子的。 那个跟神同行,相交同行的时候, 然后喜爱工作,喜爱听主的声音,完成主的旨意, 然后你一天结束的时候,好像你的心灵里面很满足。 因为主啊,你教我做的,我都做了。 所以你心里面有一个我已经听从主的窃句,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可以安睡。 然后你另一天起来的时候,你心意更新,你立上加厉。 但是,如果你一天里面没有这个窃句,你睡了。 你一天很忙的这样,然后你就忙忙碌碌这样,被生活赶着这样做了。 然后你睡了,再起来,另一天再起来,然后再另一天要去聚会。 然后一个礼拜这样,继续这样做了。 很多的事工,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人际关系要处理的时候, 你慢慢日子一过的时候,你就劳苦中担了。 然后你就会生病,然后你就会有怨气。 因为你的心灵里面就很多很多的无能感就会出现。 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你的灵魂被造里面。 所以你一定问,在你听这个安息的信息的时候,不要管你。 我为什么讲这个信息,你们知道吗? 因为我们教会一定是会有两种人的。 我主日一开始讲,我教会,有时候我这样一打开眼睛, 当然这个是圣灵给我的一个感应。 我知道很多人还没有遇见神了。 当然我当中必定有的,没有遇见神的,来教会,不是找上帝的。 这样的人其实他们在劳苦里面。 其他的东西不用说了,他现在好一点,只是一下子了。 一下子完了之后,他会痛苦的。 这是第一种人,所以你一定要来到基督的面前。 第二种人,我主日就说,其实愿意爱主,以聚会为中心,愿意服侍主的。 但是你活在这个都市社会里面,那个生活压力很大。 然后你一天,其实睡觉真的是不够的。 有时六、七个小时。 其实有时候我们早上起来,我们是每次跟自己讲, 我真的很后悔,今天晚上要早睡。 但是你晚上去了之后,你又不睡。 然后另一天又一直恶性循环。 所以一直活在你的心灵的主, 祂怎么指示你,不是这么细密的听从祂。 然后又有生活的要求、家庭、儿女的要求、私奉的要求, 全部来的时候,你走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就会生病了。 然后整个的重担就会来。 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没有能力。 我们没有能力。 然后服侍当中,然后就这样。 所以你没有能力的时候,你必定会怎样? 我们需要安息。 但是你心里面的安息,不是那种父主的恶、学主的样式。 主的心柔和谦卑,凡是听从父的那种安息。 那种你听从父的时候,你对你前面走的路,你有确据、有肯定。 你时间到要起来服侍主的时候,有力量、有集中力。 你牧养人的时候,有重点,对不对? 圣灵会感动你的心,你的心无愧不责备你。 你向主坦然无惧,祈求就会得着。 除非你在这么盲的社会,这个都市,大巴比伦的社会里面, 你能够得到这个奥秘。 不然你是被拖着走,一直拖着走。 拖着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所以这个时代恩典福音就会出来。 我们需要的是恩典,我们需要的是能力。 我跟各位讲,这种道是为什么能够进到传统教会? 因为传统教会的信徒没有喜乐。 传统教会的信徒常常被压抑, 然后不懂得什么借着信来得到能力, 借着信听到主的声音,把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 所以我灵欢喜,心快乐,肉身安然居住。 不能经历这个东西的话,你一定要走容易的福音,走洁净。 你一定要得到那种爽朗感。 你们懂爽朗感是什么意思吗? the hearty feeling, hearty feeling, 你们就得到能力, hearty, very hearty, 但是这个 hearty feeling doesn't last,不可以长久的。 上帝给我们的是传统教会的福音, 你得不到,你得不到。 你得不到。 你得的是那种好像被还净, 然后还有你遇到很顺利的情况, 你忽然间很开心,很开心。 那种一时的开心。 好像你读书,你得到好成绩,一时的开心。 哇,very hearty, 这个 hearty feeling doesn't last,不可以长久的。 上帝给我们的是灵里面的,灵里面想起主的样式。 所以呢,我主日说什么? 这个如何是最难的。 如何? 因为很多的人说,牧师,你讲的这个东西啊。 尤其是我最近听到在中国道路, 有一些弟兄姐妹, 朱牧师讲得到不可以,听了很辛苦啊。 听的时候呢,奇怪啊。 我就在想,OK,我明白为什么辛苦。 第一,一定是你听了容易的福音。 第二,因为你不明白什么叫做? 借着信。 义人是因信而活。 我跟你们讲,甚至我们信主已经十年二十年了。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生活, 我们没有activate faith, we just activate hate. 你们了解吗? 你activate faith, 你靠信心活的。 靠信心把耶和华上帝摆在你面前。 寻求祂。 然后呢,主告诉你的, 今天你完成的,你完成了。 剩余的,你把你的重担写给主。 主顾念你,对不对? 这个是借着信而来的。 不是借着你的忍耐力。 借着信,因为你信的缘故,你查验。 你知道神的美意。 因为你信的缘故,你知道了神的美意, 你挣扎。 你要struggle。 因为你有你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理想。 但是现在上帝放在你面前的那个理想, 那个情况。 我要告诉你,我的美意在哪里。 你要挣扎。 你要挣扎到你能够喜乐, 你能够顺服, 你能够讲感谢主。 挣扎,对不对? 像保罗他身上一根刺, 他挣扎到主啊,你的恩典够用。 一定挣扎的,这个东西。 所以信仰里面,你听了真理之后,绝对挣扎。 然后第二,你说牧师, 你这个挣扎,这个字我不喜欢。 其实呢,挣扎也不是叫你辛辛苦苦的。 好像佛教徒这样,每次很忧愁,不是这个东西。 其实,一个人借着信啊,他察验主的美意, 然后他反思,他昼夜的思想。 他另外一样东西呢,他会发现, 他必定要仰望创始成终的基督。 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 所以我最近讲这个《彼得前书》。 你们每次要祷告的时候, 或者你每次要埋怨的时候, 生活很忙的时候, 你要祷告,你想起主的榜样。 我们每次讲这句话,对不对? 想起主的救恩,想起主的榜样。 你想一下主的荣幸。 很奇妙的,你的心里面有一些要埋怨的, 会脱去的,想一下主的榜样。 有时候这个社会的事情,社会的忙碌是真的distract我们。 我们心里面带着一个欲望, 我们带着一个目标,今天我要做什么。 你想一下主的榜样。 你的心灵是跟主要相交的,安心的。 你不可以像机器人这样做工的。 你不能像做MLM的人, 我带着一个目标,世界福音化。 你不能这样的。 你要想起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榜样。 祂在师奉当中, 祂在很多的需求当中, 祂在各种人的攻击当中, 祂的榜样。 祂肚子饿的时候, 祂说我的旨意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祂的工。 对不对? 有时候你的欲望很多的时候, 你想一想, 主的旨意怎么完成父的心? 然后祂得满足了。 祂肉身的很多的需要得满足了。 如果你不想主的榜样, 你就是一律要满足你自己了。 你的灵魂是这样的。 因为你有一个老我, 你的心灵不能留在Vacuum, 不能真空状态。 除非在灵里面有一个更大的满足, 你能够领受。 不然你一定要放重情欲, 你才能满足的。 这是一定的。 所以, 仰望着主, 然后常常听道。 因为听道是从信道来的。 所以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 无论怎样半个小时, 我是给各位讲这个道。 我知道各位很累哦。 神经无论怎样累, 人活着不当靠食物, 乃靠主口里面所出的每一句话。 好,我们今天到这边。